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周教授做非常詳細的解釋 你剛才談到我們台灣在簡單方面的態度 這方面的不努力 大家覺得非常慚愧 我們確實是要趕緊努力 我從比較大的觀點看COP21前後發生的事跟我們的走向 我是因為當過國際科學理事會的理事長 到後來聯合國請Jeffrey Sachs組織 UN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 Network的時候 被邀請成為Leadership Council 就在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 Network的Leadership Council 這個組織 Jeffrey Sachs組織是聯合國委派 希望在技術檢查方面 能夠提供一些想法跟做法 所以COP21提出的很多事情 是跟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 Network的工作 是有關的 我參與這個工作之後 我非常佩服這個Jeffrey Sachs的很多 很多遠見跟Leader他們在做的努力 但是我提到一個觀點 這一點他們覺得是 下一步應該是要處理的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面對著的環境變遷的問題 是全球性的問題 但是第一步 我們是因為以目前的國際組織 聯合國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才參加的 這是有問題的 我在參加COP21的時候 就一直說 不能夠很多好的意見 一個主權國家反對的就拉下來拉下來 這次的討論也有相似的情形 但是這個是國際化的問題 我們不能夠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 競爭的模式來做 但是呢 這個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 Network說 好 我們希望每個國家做極速減碳的工作 我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第一步 這是第一步 但這樣子走不通的 我給我告訴他一件事 我們做極速減碳 其實我們看到歷史上 200年前開始 我們低社會上用的能量 有陽光給的生智能 慢慢慢慢被法式染料取代 所以我們今天講低碳社會 低碳社會 其實我們如果從科學的觀點看 所以我們說 我們要回歸太陽 回歸到太陽 直接的陽光 間接的像風力或者是太油 都是跟太陽實際有關的 太陽系形成的時候 留下的能量 留下的能量 就像核能 溢熱 這是太陽系形成的時候 留下的能量 所以我們 當我們談到 極速減碳的時候 其實我們 大部分的是說 好我們要回歸到太陽 我們的社會 要回歸到大自然 太陽 給我們的能量是很大 足夠人類社會 好好地來利用的 常常科學家都說 一個小時 太陽照射到地球表面的能量 包括海域 是全人類社會 一連鎖定的能量 只是我們沒有 好好地學會 什麼樣的事實用 不過 這幾十年來 科技確實是進步了 在1977年 你要做一個太陽能板 產生一個Watt的電 要77塊 四年前 下到七毛錢 下的一百倍 今天大概五毛錢 再過十年 太陽光發的電 比 breaking 產生的 天然氣 或者是 是有 都會便宜的 陽光發電會便宜 但是問題在哪裡 問題是 雖然陽光 非常普照 不是都在普照 但是人口密不一樣 你看 在美國 一平方公里 住三十個人 我們一平方公里 住六百四十個人 所以你到美國 看到加州 他們 這個提炭的事情 做得非常好 很多人就說 我不再買 不再買電 國家發生的電就多了 他如果說 台灣能做到嗎 台灣是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在提出簡單的過程中 我們要認識到 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建爭 受到人口密度不一樣的影響 我們會碰到一些困難 所以我在 這個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 Network 就常說 如果有一天 科學進步到 陽光轉化為電 再把電轉化為 可以儲存的東西 我剛才講 陽光轉化為電 已經不是問題 五年四年之後 也不是問題 核能根本不能競爭的 而且核能的很多問題 對下一代 或者是 這個地震 大了很多問題 我們不要擔心 陽光 鬥 但是我們陽光 可能是不鬥 如果 我們的經濟 很多模式不改變 那二三十年之後 有一天我們說 咦 我們的能源部部長到 澳洲去買陽光去 澳洲陽光很多 每平方裡才四個人 我們是陽 兩百多倍 不是一百六十倍 我們人口六百多人 一百五十倍 他們很多很多陽光 澳洲 到了 我們能夠把陽光 轉化為電 再轉化為金 把水分解金 能儲存在國際市場賣 澳洲 澳洲會是非常富有的國家 我們人生 仍然是能源比較平滑的國家 在亞洲各國 我們人口的密度 還是要很高的 還是很高的 所以這點 我們要鐵證到 所以我跟Jeffrey Sack說 每個國家做RNDC 趕快的急速減碳 但是第二步呢 我們趕快努力 要把光電 轉變 儲存 使能夠在郵寄市場上 的這個流動 流動 所以我們現在 從台灣的分解看 我們是 真正的 是需要 做減碳的努力 我們它也能把 賣很多 LED賣很多 但是沒有用到 我們的社會上 在我現在 在這裡交付 不討論了 我們有很多問題 沒有克服 但是我們要做 趕快的 要把我們 可以使用的陽光 趕快入到 我們社會的社會上 這點無論如何 我們是要做的 但是第二點就是 我們也要期待的就是 二三十年之後 科技的進步 會進步到 陽光 可以變成 別的東西 在國際市場出送 所以這裡 我們就要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 現在 我們燒煤 燒氣油的話 當然 二氧化碳排放量 會准敗 是 好事 但是我們 不能把我們的工業 就是 lock up在這個 氣油的燃燒上面 我們是要 往零排放的方向 走 所以我們 我們在政策上 要做很大的努力 如果 我們還擔心說 二三十年之後 我們在國際市場 買不到 乾淨能源 我們 還得稍微 那我們 可能就 就要說 炭的捕捉跟滿腸 所以 carbon capture storage 不然的話 我們是找不到 大家 所講的 這個 極速減炭的目的 亞洲的國家 印度 中國 日本 可能都要 用到 carbon capture storage 除非 我們人類社會 有 很大的 很大的 好 這次在 東坑永安 開會之前 大家有些期待 期待 第一個就是 希望 我們的溫度 不超過2度C 這次 國際間 開會之前 都有共識 但是 我在很多討論的場面說 2度C 對我們的下一代 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因為2000年 像2度C的時候 那個時候 科學家對 地球體系的了解 2度C 是可以的 但是2007年 IPC的報告裡面 就看出 2度C 很大規模的氣候的轉變 使地球走到另一個階段 會轉不過來 人類不能居住的可能性 是相當大 到了去年 2014年的研究 IPC的報告 也要快 好好看看 2度C 是不行的 但是 大家還是習慣了說 2度C 所以在這次的COP21裡面 大家提到 是要努力下降 從2度到1.5度 就是我們不要讓它上升到1.5度 但是 目前的 commitment 只能夠到2.7度 所以 COP21 我不擔心 這個 2020年 100 billion dollars的 transfer 這天 有相當的共識 就是 這個 有錢國家 把100 billion dollars transfer到 化產中的國家 這不會是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呢 100 billion dollars 只是 全世界 經濟活動的 1.1% 補房計算 都是在trillions的 不是100 billion dollars 這錢是很少很少的錢 這一點是 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們沒有 沒有binding agreement 大家沒有 可以 可以說 遵守的 這個共約 最大的問題在 在美國 如果 TOP21的結論 是一個 新的條約 美國就要 拿回到美國的 Senate 去投票 是新的條約 國會要 投票 歐巴馬 在 共和黨 尤其是 Oil industry 掌控 在國會裡面 是不會通過的 所以這裡 這次的很多 困難 當然 印度 中國 都不願意 一個很嚴重的數字 他們只說 可以讓他 在2030年 但是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 是 歐巴馬 不能在國會 把 歐巴馬 的東西 讓他通過 所以有些人 歐巴馬說 你又是來 機會 但是歐巴馬 至少只有 還有一年的時間 做極速檢大的 工作 所以我們面對著 很多 很多的 但是 從我們台灣的觀點看 無論如何我們要做極速檢大的 工作 無論如何我們要做 一方面是 學者要分析給政府說 應該什麼樣做 可能的發展 科技發展可能帶到哪個地方 如果發展不好的話 我們應該怎麼做 這些啊 是科技界的人要提出來 來讓大家討論 不過 我今天 做個結論 目前是 非常 我們是在 非常嚴重的狀態下 為什麼 Top 31 190個國家的領袖 都願意聚集在一起 討論這個事情呢 三星期五 哈佛大學很有名的教授 他叫Sahnstein 他是政治科學家 他在討論這個自由變化的時候 我就說這個是全球的問題 我們一開始就知道 我們不但是屬於一個 國家的公民 也是世界的公民 或者是 citizens of mother nature 但是我們是 citizens of certain country citizens of mother nature 這個transition 我們要想辦法做到 當然 你如果有全球碳碎 或者是全球的很多 可以 動手的制約 慢慢的 全球的組織就會成功 Sahnstein教授不太容易 他說 我不相信 我們國務博士的人 我就說 欸 你小時候 他就決定 念這個 political science 因為看了 Star Wars 看 Star Wars 他看了 Star Wars 才決定 說要做一個政治家 政治學者 來做一個 behavioral science 行為科學人 我說今天 我們在這裡 看 Star Wars 一開頭就說 從Galaxy發尾 發尾 這個字幕就出來了 寫得出來 人類如果說 從遙遠的地方 外星人要碰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會集在一起啊 做全球合作 抵抗外星人 全球合作 我跟Sahnstein說 今天 很多政治領袖 集結在巴黎 是為什麼 是我們看到我們的敵人 真正威脅著我們的存在 這個敵人 不是 從Galaxy發尾 而是我們自己知道的 運勢效應 運勢效應 這個我們把 我們生活的 活潑的一層 Atomic sphere Bio sphere Geo sphere 我們把它弄髒了 弄壞了 能量的進出不平衡 孤度上升 水升級更多 海洞變得更大 海水上漲 這些事 都是我們在做的 而這個 我們的敵人 是我們自己做的 但是我們還是 各自的 為了各自的利益 在努力 爭一些 給一些 是不行的 我們要 真實跳脫 從一個世界 跟一個 Planet of Earth的公民 要共同努力 目前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說 我們台灣是 真的要跟世界各地的人 攜手並進 我們落後 落後很多 所以我們要努力 比如說我們在 學校裡面的同學們 學的 也許我們說 好我們在這裡 做 Talbon Neutral Campus 加州大學 整個加州大學 在做 所以先從 Talbon Neutral Campus 做起 我們大學 再跟Talbon Neutral Campus 快做 那麼我們的經驗 在中小學 更容易做到 因為他們耗電 照明比較多 如果在這個過程裡面 學生們都受到教育 大家努力 說我們要走入 Talbon Neutral 應該怎麼做 這是我們要 大家要努力做到的 時間不多了 時間不多 開會之前 他說這可能是 人類最後的機會 不過媒體有些人 弄錯了 以為這個是人類的機會 好像人類的機會 所以可能要往後拖一陣子了 不是 可是我講的是 最後的機會 不是一個剛開始的機會 Talbon Neutral Campus 終於決事了 我們知道 大家要整個方向 所以台灣 我們大家 要共同努力 不是靠著 珍重候選人 他怎麼想 我想 他可以 同意 同意某一個方向 但是具體的 怎麼做 是學者的建議 使有 Political Will的人 去推動 但是 我們老百姓 才是主要的力量 所主要的決定的人 我今天 講得太多了 不過 等一下還分 各位給討論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